機車騎士好端端的騎在路中 後方轎車卻似乎沒有減速 狠狠撞擊 瞬間機車解體 人也飛起來撞上安全島 但肇事車輛卻加速逃逸 一旁路人也嚇壞了 看到這邊那個小結晶 撞到那個安全術下 很大聲對不對 很大聲 超過現場一片狼藉 機車坐墊跟車體分家 雜物散落一地 騎士是66歲良性不仁 當場沒了呼吸心跳 喇叭聲 按著他都沒有停下來 一巴... 實際上三十秒 清晨六點多 台中大陣路跟橋城路口 發生這起死亡車禍 警方追查發現26歲 流姓駕駛竟然逃到 一公里外的東光原路 再次自撞路邊車輛 警方逮到人 聞到他身上濃濃酒氣 酒側直徑高達0.95 工程師跟朋友在市區KTV 喝酒到天亮開車回家 撞上外出買菜的婦人 酒駕害死一條寶貴性命 記者林日清晨光臨雲傑 台中報導 警方按摩 禮拜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